歡迎來到新台灣星光大道 蔡英文的副手是不是確認了 今天他開記者會的時候 林全陪著他出來 是不是真的確認了 來我們現在連線 我們在現場的記者林佳元 來佳元 好名將總統參選蔡英文 今天公布他十年正綱 非常巧合的財政篇 邀請的就是前財政部長林全 外産林全是他副手人選 不過林全在台上的時候表示說 他不是副手 蔡英文也表示呢 他在8月28號之前 就會宣布副手人選 目前呢 還沒有針對個人來進行詢問 而是黨內的偵詢 不過呢今天講的這個 有關政策的方面 也補足了他所謂的空心菜的抨擊 那今天的蔡英文呢 真的心情非常好 還回應了空心菜 怎麼聽呢 來聽聽看他怎麼說 你可以聽到蔡英文表示 說他其實有點開玩笑的表示說 空心菜其實是蠻好的菜喔 所以說他也是間接的反應的出 包括了他對空心菜的不滿 而且呢其實之前的一些馬政府的人 表示說他其實政策空洞 他也認為這是一個不負責任的說法 把鏡頭交還 彭尼主播 欸翔弘空心菜是好菜嗎 人家是在諷刺說他講的話 東西都是空的對不對 不過今天只好一個比較實在出來 那林權要變副手啦 林權會不會變副手 我不知道 因為他本人是否認的 那我覺得今天如果會出來 可能就不是 就是如果說是要到28號才宣布的話 今天就曝光 那那個懸疑性就沒有了 不過林權這幾天 大家在推可能性是高的 當然這個是從一些蛛絲馬跡來看 因為蔡英文包括今天 大家在各大報看到的 民進黨所刊登的廣告 就是在近期以來 民進黨大概比較明確的 針對他的一個政策議題 所刊登的報紙的廣告 談的就是實價格瞌睡的問題 那這是租罪方面層面的問題 那他今天談的又是 他十年政綱當中的財政篇 那之前你從他的一個 一個脈絡來看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說 看起來最近跟林權的接觸 很頻繁 這大概都是從這些蛛絲馬跡去推斷 但是如果真的是林權的話 那我覺得蔡英文 真的是沒有什麼選擇 不是說林權不好 林權在很多的很多的條件上 就跟蔡英文這樣子的 一個背景的候選人 做搭配組合的時候 林權是一個不失分的副手 但是要加分 或者要達到蔡英文所說的 擴大政長的支持度 以及讓他在整個選舉的過程當中 顯得更有戰力 以及如何營造大家想像 如果你蔡英文會當選 那個副總統叫林權 他能夠在整個國家大政當中 所扮演的怎麼樣的 一個領導性的角色 這一點來講我覺得其實是很有很有限的 所以提林的林權 我覺得如果真的是林權 表示他在很多的徵詢之後 他都鯊魚而歸 最後回到了一個最保守的選擇 問一下林委 如果是林權的話 你覺得是對馬英九這邊壓力比較大 還是反而鬆了一口氣 民進黨裡面的朋友我實在是不太多 但是林權林權我跟他倒算是不錯 因為以前在大學教書的時候 大家就有來往 在學界的時候 人不錯啦 算是一個彬彬君子啦 你講得好話 但是以選舉來講 因為如果民進黨覺得現在的氣氛太冷 那他就要考慮找一個佛崩潤跳人出來當副手 來帶動氣氛 林權不是這種人 林權真的是學者型的 很多藍軍人喜歡他也因為他是學者型的 但是真的選舉特別到中南部去 他這個調性 未必可以替蔡英文加分 我都感覺是這樣 那為什麼他會出來呢 因為十年正綱嘛 那這個至少財經財政這方面 他是林權在負責嘛 所以他今天開第一個這個會 當然要找他出來 那如果是林權的話 就是能等到底了 就兩個學者加一起來 我的看法跟他們剛才兩位 林委員跟香榮不太一樣 就是說我一直在回過頭來在看說 蔡英文為什麼最近會被他講很熱 那蔡英文到底怎麼回事 其實台北線選到後來的時候 新北市還滿熱的 那他那個風格維持下來 我覺得就OK 對不對 那可是我認為蔡英文在改變自己 把自己變成一個像選將的那種 他有點邯鄲學部 有點父子齊驢 你要有人說你要生的旁 不一定是做法講話像 那老實說學部來 你也四五十歲了 你說要學到變另外一個 不容易 但是你要回到像是學者型的那種角色 也不太容易 因為畢竟他是黨主席 也是候選人 大家對你有不同的期待 所以如果你找林權 在這個時候找林權這個下來 是一種不錯的選擇 至少你十年正綱可以交給林權 那我來做我去做那種炒熱氣氛的選將 你會比較輕鬆一點 那當然這是我覺得是 三四種選擇裡面林權 是一種好的人選 那當然如果林權不行 那像莊老師也可以 林向凱也可以 都OK 都是很好的人選 這是學者的路線 那另外一種思考 我剛才講的就是說 像林義雄 蘇貞昌這種 比較黨內要去壓陣的 那你蔡英文就負責做學術部分了 要扑扑條的 要扑扑條的 就讓這些老先生去做 這也是另外一種做法 只是說 現在副手對蔡英文來說 有些人不重要 以現在的選情來說 我認為反而相當的重要 甚至你連行政院長 都可以提前出來的 這叫讓大家覺得 對於宋楚瑜的那種期待 跟想像 宋楚瑜已經不是一個新菜了 已經不是那麼有魅力 就魅力的新人了 但是那種對於行政經驗的渴望 我倒覺得他如果副手 不是這樣的人的話 行政院長你提早上 絕對不凶 甚至有加分 印鵬是建議 如果要找學者 找莊老師也是好 可是現在蔡英文 我不是學者 現在比較大的危機 蔡英文比較大的危機是什麼 為什麼叫空心菜 就整個選情冷受受 我們看一下 這個推特掉嗎 現在在說什麼 萬年輸什麼 十年正綱 還不如把空心菜趕快炒熱 郭聲浪出來說 他說 他說選舉到現在目前危機了 只能以什麼 蔡英文這個選舉叫什麼 政策勿蒙蒙 無沙沙 選民虛漏漏 現在是什麼 冷縮縮來形容 他說蔡英文主要的這個族群 領先群 就是在投票率偏低的 這個年輕族群 可是你現在不把它炒熱的話 你會陷入危機 他建立什麼 你用阿扁那個阿扁的兵法 把自己當成市議員在基層 趕快跑 你趕快炒熱 要不然送水一直熱 你這邊這麼冷 你到來就被邊緣化 阿扁那時候在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為什麼那麼熱 他會做民調 然後知道哪些議題 是人民最重視的議題 拿去炒嘛 對不對 同樣的民主政府黨 有這麼多的黨團 這麼多的選戰精英 為什麼炒不起來 並不是沒有議題可以炒 而且國民黨現在執政 還有很多對方可以打 不會打嘛 不想打 也不知道怎麼打 所以才會那麼冷啊 連這麼多人在講他代表 很清楚了 蔡英文不會打這種選戰 我認為他這次臨權放風聲是這樣子 我到很多地方的基層 聽到已經出現聲音了 派系共治 蔡英文出來嘛 可是蔡英文他們發現他不會打 民進黨重刑的選戰 就有人在講說 剛剛英文講的沒有錯 已經有很多人跟我講說 他們在努力在講說 是不是找蘇貞昌當副手 或是林毅雄 對不對 至少 打那個強先生 然後他們再把他們以前的 這些作戰的方式 至少可以推他一下嘛 他們的備份都比蔡英文高嘛 不要說一般人跟蔡英文講 蔡英文說我不要做 我只要說空軍上還滿有營養的 你可以治病 這樣就好了對不對 他絕對不是 民主政府黨的打仗 這樣不是這種做法嘛 但是呢 因為林毅雄跟蘇貞昌 這兩個人的備份 都比蔡英文高嘛 所以蔡英文的 一定會找其他的選擇 我認為他提林權出來 放風聲是做什麼風向球 民主政府黨一定在做民調了 他可能透過民調去跟 很多支持者講說 你看我跟林權的民調 或是跟誰的民調 結果比較起來呢 還是跟誰比較高 拿這個來說服黨內要他 你一定要選擇蘇貞昌 或是這個林毅雄 因為我聽到太多基層跟我講說 沒有跟這些人搭配 選情只會越來越冷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 民主政府黨的支持者 心中對選舉語言的期待 選舉作為的打法 跟選戰的那個感覺沒有嘛 所以我說過 他會讓他的支持者無感嘛 剛才說的是郭鎮亮 連在嘉義、嘉義雄、陳明文都出來講了 他當著蔡英文的建議長 在中常會 他說你雙記要再激勒一點點 他說你有時候提了一些政策 除非這個月 你選舉的策略就是要這麼低調 要不然你會讓你平淡無奇 包括你什麼 你之前講那個什麼 非自用住宅 那個實價課稅這個 是你重要的政策啊 可是從立法院等相關的組織 就應該一路打下去 你怎麼兩三天整個都沒有 就是一堆人 黨內一堆人現在都怎麼再冷下去啊